大家好,欢迎来到爱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脂肪肝不仅有着令人不满意的外观问题 更是一个严重的健康威胁 内脏脂肪,特别是脂肪肝 可能导致慢性肝炎,糖尿病,甚至全身性发炎 脂肪肝被认为是心血管疾病的根本原因之一 且目前还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 因此改善脂肪肝成为许多人渴望的目标之一 这份令人振奋的研究刊载于 2023年9月的《细胞代谢期刊》中 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关于脂肪肝的新视野 研究的主要发现是 只需将主食转换为一种特殊的淀粉 经过4个月,脂肪肝病情将自然改善40% 研究方法和结果 研究选择了200名患有脂肪肝的受试者 并将它们分成两组 一组每天摄取抗性淀粉 摄取相同热量的非抗性玉米淀粉 4个月后,让我们看看两组受试者的身体有何变化 结果表明,摄取一般淀粉的主别 脂肪肝的严重程度几乎没有改变 体重也没有明显下降 然而,摄取抗性淀粉的主别 表现出令人惊喜的改善 脂肪肝的严重程度从24下降到13 酸酸更油脂水平降低了近40% 平均体重从83公斤降至78公斤 值得注意的是 脂肪肝的改善不仅仅是体重减轻所带来的 即使体重并未明显下降 抗性淀粉也能够改善脂肪肝 主要原因是它能够缓解肠道的慢性发炎 并在肠肝轴中发挥重要作用 其中包括肠道菌、脂多糖和短炼脂肪酸等因素 抗性淀粉的优点 这项研究揭示了抗性淀粉的多重益处 这些益处有助于改善脂肪肝和促进整体健康 1.血糖吸收缓慢,减少脂肪堆积 当我们摄取抗性淀粉时 它会被身体缓慢吸收 这样血糖不会急剧升高 相反,它会逐渐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肌肉中 而不是积聚在内脏中 进一步减少脂肪堆积的风险 2.降低肠道发炎,促进肠肝轴健康 抗性淀粉有助于减少肠道发炎和脂多糖的生成 当肠道发炎降低时 肝脏的发炎反应害压力也会减少 这使得脂肪肝更容易得到改善 这一发现强调了肠肝轴的健康对于整体健康的重要性 3.降低热量吸收,增加饱足感 用抗性淀粉替代一部分精致淀粉有助于减少热量的吸收 同时增加饱足感 一些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 包括地瓜,隔夜白饭和糙米等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抗性淀粉在加热过程中会减少 因此最好选择含有较高抗性淀粉含量的食物 这项研究结果令人鼓舞 为脂肪肝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 通过摄取抗性淀粉 我们不仅可以改善脂肪肝 还可以促进整体健康 抗性淀粉的益处在于它能够 缓解肠道发炎 减少之多糖的生成 并降低热量吸收 这些都有助于降低脂肪肝的风险 如果你正在寻找改善脂肪肝的方法 不妨考虑将抗性淀粉纳入你的饮食中 这不仅有助于你的健康 还可以帮助你摆脱不受欢迎的脂肪肝问题 无论你的目标是减轻体重 还是改善脂肪肝 这项研究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抗性淀粉的效益 不仅体现在体重控制上 还体现在长肝肘的健康和全身性健康上 如果你想要拥有一个更健康的身体 那么从饮食着手将抗性淀粉纳入你的饮食计划中 这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 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 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 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 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 根据你的目标 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 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 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最新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